踏出台中起迷的上門口 視障朋友走路得特別小心 對 就是這個隆起的這個嘛 這中的走起來啦 路數數個亂端 造成地面隆起 歐步不平整 形成高低落差 射下裁空的危險 走着走着 旁邊竟然出現 電箱占據大半路面 電線感知挺挺擺在中央 不只得注意左右兩邊 腳步也得流心 經過水溝蓋 只要手上的角度一挫 整個人很容易滑倒 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 這種地方對我們來說是最危險的 因為它 譬如說我們大概走走走走 然後突然就凹下去 我們假如如果沒有踩好 就很容易跌倒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旁邊有些地方是平順的 有些地方是不平順的 這種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大的一個挑戰 齊民學校跟後送高中之中間 短短兩百多公尺的路程 行走空間問題重重 就連經驗腦子的老師走起路來都有點難度 更何況學生 校方根本不敢放行學生單獨行走 看我們走或許覺得還好 因為我們走習慣了 走久了我們稍微也會注意到 那外面一般如果有一個盲人來這邊 或者新的同學 他還沒有很習慣這個環境 他來走的時候可能就很危險 道路危機四伏改善不能等 因此立法毀滅楊崇英 邀請地方民代跟相關單位到場會刊 一併解決問題 我們現在該簽的立即去做設計的工作 復必要在明年的暑假期間 一定要完成這些相關 而且在寒假的時候必須要設計完成 那麼總共的經費大概350萬 福底他要飛行的路線 還有螃蟹要走的路線 包括高美私立或是南台灣的 但是我們市場朋友要走的路線 也應該要有其便利性 方便而且要安全 就連明眼人走在這條路 都得要小心翼翼東閃歇躲 市場朋友走路 只能靠著手帳的觸感指引 如此不友善的設計 壓縮市場朋友的行走空間 地方提出改善方法 就是希望別再讓市場朋友 踏出的每一步都這麼艱辛 至少人家話台中採訪不到 就不去了 我這麼艱辛 就不去了 我不會來 都可以